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公》 我是Vicca Winkman 这次有Stanley 做嘉宾 Stan 你好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想问Stanley的话 欢迎打来2046566 或者将问题的电话到 ASKMBSchannel.com 和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 和Youtuber做Live和留言 为我们都尽快解答大家的问题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倍19876点 升182点 国企指数升186,690点 大股市成交621亿 其实看到市场暂时还可以上升 但是今早看到北水是正买入的 主要都是买油股 买内险等等 但是我只看到腾讯很不争气 下午回来之后 无端正在跌1.2% 所以今天市场也说 市场真的要确定是可以的 因为你现在看到市场 其实都是在延年天线楼上 好像可以的 但是大前提是说 你的科技股不升不动 其实你的市场 你会打不起 是啊 所以你说今早买不买 博不博呢 我觉得是看一些科技股 真的差不差 如果他们肯升的话 博不博 我觉得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看到它 又是这么差 其实你买下去 你没有信心 但是很奇怪 因为一路腾讯 可能在科武股里面 都是先走 在这段时间 我会不水乎 是吗 而且我会疑是因为lesper 减次 我会疑是这样 它今天真的特别差 是啊 其实我怀疑 因为一路都是阿里巴巴梅 是的 我怀疑是因为可能真的 因为你的成交 其实现在都 说大不大 说少不少 但是 如果要解释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 人减房 要不就是nesper 如果今天之后 可能有些消息出来 不知道 其实nesper就是减房 因为之前它开始有减房 如果按道理的话 那些北水 你追回那些 叫传统九景制股份的话 有机会不需要估计它 嗯 估计它 可能改买平衡 是的 没错 没错 不出奇 真可憐 不知道市场可否撑得住 所以如果它不升 你的市场 你说要弹得多 都很难以复制 因为不够全面 真的不行的 所以今天市场是没错 那个感觉上 好像去厌明天使头上 但是声势不全面 这一刻 是令大家 我想对于后市的看法 仍然有点 审慎一点 是啊 不过下午的时候 除了大家留意市场走势之外 应该都留意汇丰 可能汇丰 有调高 最优惠利率 0.125厘 其实今次汇丰 这样调高 我想问 Stan 你猜其他银行 会不会跟着 会的 应该都会 如果是 Tony Hello 每一次都是他先走 他先走 很明显 一会儿行身 跟着 渣打 全部都会跟着 因为某程度上 你今次交都是 你都不是跟着 他都是跟 人家加0.25厘 他加了0.25厘 他加了0.25厘 但是之后 那个压力还没有 就很视乎你那个结余 你见到银行梯的结余 甚至乎会再弱一点的时间 但你未可能都 迫着有人 支援的机会 可能再加上去 但现在暂时来看 其实他们都是充足的 严格上充足的 免得他们都未必 会很愿意去加息 因为加息真的 对于银行来说 对于他们的存户 那么大 你还不知道加息 其实对他们来说 你加息的话 真的那个 资金压力 其实是存在的 是 因为你比方的 存户 这方面是 也有些影响 那就是存款要再加 存款要定存 是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未必是一件好事 是 不过我见Kelvin 也有一个担忧 就是地产股方面 不会 究竟是有多大影响 又严格上 也没有关系 今天市场 也见不到 是有些担心 是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 老话没有听 第一 你加息就跟足 第二 其实现在 领区楼市的因素 大家可能比较关注 经济更多 未必 加息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 直接影响性 可能未必太大 暂时 但我们可否预期 今次 可能银行更加 短期内 最后一次 不敢说 不敢说 最主要是看 你的资金压力 是不是存不存在 现在一刻就没有 但你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再有些钱再走 如果是 真的会麻烦一点 好啊 你看到 北水回来 Tony 只有六八亿 不可以 所以 Tony 我都在观察 今天北水 因为严格上 你的量很大 都量看 但留意一下 这几天的时间 我觉得留言 这几天的时间 北水 是否仍然是这样 即是 那个成交量 或者成交量 会不会有些 比较好的表现 因为 一阵一阵的 你看看A股今天 那个状况 A股今天 其实成交量 叫做 挺会弱的 可能因为它 真的休市了 几天的时间 你看到现在 护心两市 加上成交量 已经是大概 接近9千亿 其实 都真的叫做 挺厉害 今天一定是过万亿 过眼的 如果这样计 例如说 应该连续第19个假日 是过万亿 所以A股的行程 你也可以说 为何A股这一阵 是升券商股 你的券商股 很明显 真的有成交量 这么大 真的接受到 这个情况 连此在这些券商股 你见到个别来计 那个业绩都可以 即是不差 所以这样的情况 其实有没有什么原因 为何北水流入来 的程度 是这么低 这样啊 少了这么多 我觉得是气氛 你的气氛还是 即有时 你的市场上升 你的气氛好 那些钱 当然 那些钱 会不会有机会 被沽货 但其实没有 沽完之后又买回 因为你的气氛好 但如果你的气氛 好像现在 都是有些不知的险 是 港股都是摸上针 不要说北水 我都不是 对不对 大家都看着 大家都看着 对不对 五个都分拆 会不会恐慌性抛售 为什么呢 Kalvin 我又不明白 有古评人 你现在问他 你现在问他 我又不明白 我想说他分拆不到 分拆过多 就是什么 分拆过多 就是很灾难 分拆不到那怎么办 分拆 分拆不到就是好事 五个都分拆 会不会恐惧抛售 就是觉得他 如果被人说要分拆 他会这样做 我想问 你股东会投票 你只要分拆 都要做很多步骤 假设你说 可能做很多步骤 可能真的 你看看他 可能找一些机构 我做这些条件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做 他会做多些功夫 其实这些是浪费 但是 无论就是做这些 就评估一下 就是真的可以 所以就算你说 过不过都好 就是这次过不过都好 也有很多这些事情要做 又不是一时三刻 以往过都是GG 其实我觉得没有 就是 有股东是 你现在都分明 你基金股东 分明反对 那些又是支持 但是 又是那样东西 第一 我又不是去股东 这些都是去股东自己 划事 第二 你说如果真的要去分拆 看他分拆了什么 也有那样东西 也有那样东西 就算是被你过了都好 要有时间 不是你过了 就立即要做这样东西 那 那 你等他去查到时是怎么样 但是 我又很把明立场 我又觉得真的 不炒过策 就是我觉得不炒过策 还有派识那样东西 你找得到 那便派 找不到便不派 很简单 好 继续等消息 这个 不过今天 说回事 大家的焦点 上午应该说了 那些内险股 今天升到八把声 即是厉害 平保 今天是现在 其实都在高位 正在走 升到7% 但其实看到 大罕上条 他们目标价都预中 但我说 我都说 如果买内险斑块 哪一只呢 泰保 泰保 是呀 升多过去 80% 是呀 如果要买 是买泰保 新华保险 那一只 还有财险4% 那些可能更好 我看到 瑞银是2328 2328 是因为 他说 市场未充分反映 对于盈利的收入 如果你用收入去看 财险 其实是 财险和人保 因为做一些 他们主力去做的 是财险 就是那些 其实你说 有没有 那个看法是怎样的呢 因为财险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车险 是 你车买得到 那些车险 就不会特别少的 是一样东西的 其实车险这些 因为他们觉得 一样东西 这些财险 其实他们的资金 投资有限制的 我印象中 其实是不可以投资 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东西 就是可能都是做一些 可能是当成本 那些什么东西 就是定期的那些东西 还有 因为 因为车险风险最主要是 他们计算的 叫做成本 给的那件事很重要 是 其实你可以说 他们叫做成本 那个 就是成本的 那个cost 大概你当它 佔了八、九成九 另外那一元 就是你赚的钱 但是如果这些公司 越大规模的时候 你这个成本 这个raise 有机会可能九成七 九成八 现在财险的印象中 好像九成七 好像是 但问题是 因为财险这一份 你基本上是保持有的 那变相是否叫做 它那个业务稳定 是 那变成了这些问题 如果以当时去看的话 那这些稳定的 就变成了一个卖点 是啊 但是其实 如果你说看内险版块 今天每个都行 但我每个都看的时候 太平其实差些什么呢 因为它今天虽然更多 太平是什么 是的 但是这一排 其实它今天才行 太平有些不同的 它有些再补的 它有些和其他有些不同 所以变成这种 没有什么人建议去买 是啊 我也不建议 所以就算炒落后 也不是炒它 是啊 但现在其实它们都很夸张 我看到这些大行 就是说到 就算现在 就算这样升上来的时候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收房间间 我做到1966就不可以了 做些东西都不同 做再保 就是再保险那些 和现在那些是不同的 是 那个性质范畴不同的 所以不能比较 但是如果今天这样升上来的时候 你觉得还有多少的水位空间 都不够 不够 不够 大圍这样看 平保 你觉得那些 你平保那些 还有机会追到后 你觉得还落后 那它的价值 都是五十多元升上来 其实不是很多 因为以前都去到八十元 对 但是这一天 你觉得还比较强的 真的比较强的 是泰宝的这一转 我虽然没有特别好研究这个版块 但是泰宝的业绩 印象中是可以的 是收货的 它是走得好像比较好 是不少的 是啊 但是北水都好市价 不需要买 它和这个新华保险 哦 1336 没错 国寿呢 国寿没什么 国寿没什么 国寿的成交都不是 今天成交都大 今天是呀 就好像等它破个顶 不过算了 中人寿这些 我觉得 这只铃鞋一向都一样 是 免得一夜中复 1988大升 民生行河 民生行河 这些算了 Tony 有时内人版化这些 如果你搞到民生的话 就真的不好 那些是最刺激级的那些 那些有些风险 不过今早的时间 Tony 你问那些 穿型机鞋 那些升多了 现在是 39 308 20 157 但是我157 我就不抠 如果要买的话 2338和308 其他下午再升多了 哦 这些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股份 全部都是有一种 今天破顶的迹象 这些穿型机鞋 是啊 是啊 甚至是刚才可能内险 都是今天这样爆了上来 穿型机鞋 我刚刚看了一些报告 有些说他们出口 今年会很厉害 出口那边 不知道是否一个要因素 令他们的价格 弹得顺利 不过出口 我在想出口可以佔 对于他们的利用功率 可以有多大 这个板块也是存疑 如果存疑 存疑 一半 但是要买要追的话 都是减回308 圍柴那些OK一些 157真的不太同范畴 而且 我们楼市不行 它还是没人走 是 但是其实其他的基建 股份 你又怎样看呢 因为大家都是今天 或者今天都是炒一些中置股 是啊 390 100 最新摩根大通 亦都是继续再唱好他们 就是说 预期基建行业 在14-15的正余时间 就是有一个 重股空间的存在 这批板块 继续炒上来 但是都是等着一个铺顶的机会 但是说实话 这些基建三宝 我都不敢买 或者是 每次都是 你看一下 升上来 好像很不错 就很想买 但是可能你买 等着等着 你又可能看到他说 有升下升下的时间 就忍不住买了 但当你买的铺 通常是重伏的 但是其实今年的会不会 说不同的故事呢 因为大家都是炒着 你也这样说 你也这样说 今年会不同 今年会不同 但是年年也是这样 我想可以有机会去回 以前那个 之前零几年 炒过的那种强勢 没有可能 通常这些很有趣的 你看到它的模型 中铁也是 我不看泰国圆 在这些模型 你看到它 它升上那种很漂亮 但下来的那一刻 其实是很厉害的 很狠 所以你看看 你上车那一刻 你是在哪个位置 例如你刚刚 当你兜底这些位 你搬去兜底 叫做建底 这些是直搬的 但到这些顶位 你搬到这些顶位 你搬到这些顶位 你搬到那一刻 就真的 你永远都没有信心 没有的 这些真是 最惨的是什么 它们负债高 这个办法就是 它们的负债高 兼且利用率極低 只要你计算有些计算 你都很亏损 这些我就不太喜欢 不搞它 而且它的图像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一下 就是这些接火棒游戏 你觉得这一下 你是不是接火棒 你可能会觉得 不是我做了两棍上的 但那两棍走得多远 但那两棍走得多远 但那两棍走不远 我怕你那一刻 倒下来 可以很厉害 是的 而且它这个声势 也挺令人害怕 这样扯上来的 不是 它每次都是这样的 你看它升上来 是升上来 你不相信 你那一刻 你觉得 没理由我这么幸远 接火棒 就是这么幸远 它真的每次都是这样的 这些 真是难炒 像这些 抽上来的 又很厉害 这些和这些是一样的 突然狂抽上来 是真的每个故事都是说 它是这样的 是啊 似乎都是这样的 没有其他缘 没有其他缘 不就是基建 我们就炒基建 那些东西 135 昆仑文言 暂时升级百分之一 怎么吃 都可以炒一些 陷探气的东西 但你说这个板块 好像之前 前几天就炒得很厉害 炒一些气价 天然气价格反弹 是 可以炒一些 电价加价 还是天然气价格反弹 那我们的股价就上去 之前就好像不止去的 一炒都弹得上去的 但是你说现在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你博它 嗯 一般一般 信心又是不够 因为最惨 它又是去到这些图 你看它的股价 有几次到 大概七个多 这些位置 日期不稳 是 但现在是否去到那些 是否叫支持位 现在 严格上 你说七元的话 现在做一毫子 差不多 就是你博它 我都不明白 其实这个位置才去 就是上一厨的高位 是七个一到这些位置 就刚刚好 就是这些位置 就是七个一 因为见它前几天突破 对啊 但是破完之后 又好像站不稳 是啊 还是它休息再上去呢 那看看它 看不可以先 以金金里尼 原来 全线啤酒股死了火 是啊 那先等一下 你不要急着 你这些二十二十二十八 它说一说完之后 立即还有一声 对啊 你很厉害 什么啊 死了火啊 这些消费股 对啊 今天消费股都不行 不是啊 八位亚泰的业绩 那个业绩 我觉得真的 一般的 是差在哪呢 但是它自己说到 内地的业务是 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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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水平 对啊 但是大前提 那些那么厉害的时间 其实按道理 应该是赚多些 它 为什么 我不知道它的cost 反而它的成本 它那个增幅是大过去的 那个revenue growth 为什么呢 那些墨啊 原材料啊 我觉得是一些宣传 开始劲 其实它说到 它说到过地区 都好像 好像业务的增速都可以 但是 你出来的数据 你发现到 无利率跌 那它的利润都会跌 是 这些又好像 你那些头一层 头一层 头一层 好像可以 但是看一看 咦不是啊 现在会倒退的业绩 但是其实它无利率也有50.2% 就算跌到 知道不知 不说一路市场差不多 但是有不同的 在行业来说 大额算不算高呢 它啊 和花级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它行高端市场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实你想想 按道理内地的部分 你反弹的话 就是你这样隔 很多行业都说 转转转转 你看不到 就是你的增速 它那个增速是比同业更快 就是可能你内地 它好像一头一跪 平均增长大约5% 5.2% 是 它是我们的部分 7.2% 是比别人的 但是既然它是这样 但是你又 应该要赚多些 你出到这条数 又不太飙青 我觉得整件事又有趣 但是是否因为 巴威亚泰这次的业绩 令到人家担心整个行业的发展 多的 对于成本方面 多的 因为如果你这样计 它内地的增速 就是 例如说那样是復常 其实按到你内地的增速 应该会很厉害 是 但你仍然只有7.2% 最后已经比同 平均的市场 你这样计算 你其他人还要低 那大件事 那大件事 来近6、7月 能否炒得起来呢 没有 不能 是旺季 啤酒股这些是一阵阵的 你一阵跌下去 可能下一阵打回来 是 也是炒的气氛 是 这个时候 是不是有个电话要听 我们听了家庭观众的电话 先 是不是关先生 关先生 你好 hello 关先生 喂 hello 是否接不到 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 打给关先生 是 我们搭着电话 关先生应该都是说941 我知道他说7000 是 我听到他说话 是 关先生 是你 hello 喂 关先生 不是 我买了十多次 佣金都不记得几千人 那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腾讯 需要不等星花月买 还是现在卖 你多少钱买的 387 387 现在卖不卖了 是的 你是否想換碼,阿光先生? 不,我都不想換碼,我想先不買平手 平手?你應該是走 三百七十塊買騰訊 我知道,你想現在走貨是不是? 你有些擔心他是不是? 不是,我擔心他跌,跌了下去不再升上去 哦,他怕跌下去不會再升上去 哦,即是這樣 他說澳洲,南非大股東說 你們說要賣股份,要賣幾年才賣得更浪 他要賣完有時間賣,因為他有很多貨 要賣有時間賣不完 是,還是我們給個指示? 關山,不如這樣吧 我聽了出來,你很擔心他的情況 不如你考慮一下,減一減房 不是減一減房,我只有一手 那你減一了 我昨天賣了中國蛇股份,買了三手 不是,你的八五七還差一點 只有一手 加吧,無所謂 如果八五七就加吧,無所謂 八五七就沒什麼 但有些騰訊,你真的對他沒什麼信心 你有一手貨,那你先走了 是啊,因為騰訊 其實你都買了很多次 都猜到很多次 那你對他沒信心的 那你就先減掉 不過你減完之後 如果他的股價淡上來的時間 你又不要再胡亂去吹回貨 嗯 他會不會升上去 他說要賣幾… 南非那個大股東說要賣幾年 要賣完這些股份 那幾年都不會升 又不會 不是,光先生當然是這樣 即是他呢,如果要沽也好 其實他的量很多 他要分階段沽 那每一天的時間 可能他沽的量 不會特別多 變成對他的股價 衝擊會比較小 但是,就好像剛剛提到 假設,你真的很擔心 他沽幾年都沽不完 那你不如考慮一下 又沽了他 以後沒有買他先 買其他股份先 好嗎 是 昨天我賣了三手 中國社股份 5.2買的 5.3買的 那現在都是5.2多 拿著他先 857就拿著他先 賣了 又賣了 那你現在有什麼 新的部署策略呢 有什麼 不知道 電視線沒有那一隻合賣 就是 沒有那一隻買得下手 那你不要買著 買不得下手的話 你不要買著 先等一下 是 不是一定要買東西的 光先生 看看是否適合時機 那騰訊 你等他再升一次賣 還是現在賣 不是啊 你害怕現在賣了他 因為你只有一手 是不是 那 如果你是 是3千人 是呀,但沒辦法 光先生 你買這隻股份 其實你都要有 有成本 和有風險的 那 但是 你說 會不會升分上去 那我 我就會回答你這件事 我都有貨 那 我買得多過你 不過我 就沒有所謂 就是 其實買得買股份的東西 又不是一定賺的 最主要是看你 對他有沒有信心 我們騰訊 就很有信心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就不會理會他 不過 如果你買完他之後 可能這麼擔驚受派的話 那不如你考慮一下 那你不如你考慮一下 那你不如你考慮一下 可能當止蝕二、三千元 那令你 希望你的心情可以好一點 那總括言言 都是你的承受能力 因為Stanley就是看好的 就是還有信心 沒錯 你賺還是蝕 賺 賺還是蝕 賺 賺還是蝕 都是在抑價的 但是都要給點耐性 投資 都要等的 不是即賣即賺 所以如果 這麼說 江先生 現在這一刻 我脫面上是蝕 但是我沒有估出 就不知道 不如有機會 可能會蝕多些 但是有機會 可能之後 有可能我擺 因為我買股票 可能沒有江先生 你這麼即日先的 可能你每天都很關注股價 我其實沒有什麼 買完之後 我對他有信心 我就跟他有機會鬥長命 所以變了不同 但是如果你真的害怕 那你便先減持他 沒有所謂 即是你的時間 不是 我又跟他鬥長命 我又可以先拿著他 我沒有所謂 是的 那你扶載跌 我會再加住 但是如果你對他沒有信心 你既然這麼害怕 你是大股東減持 那你便考慮一下 沽了他 沒有所謂 好了 關心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下次有什麼問題再打上來 麻煩你電話 然後是Keym 想問五毫仔 60元家鄉 還拿不拿下去 拿著先 熬到這麼久 有人聽到Kevin說 明天去投票 嚇真的 但不怕拿著先 我想你匯控有貨 拿著又沒什麼 始終我覺得 你說他業績Q1 是真的值得拿著 但只不過你說60元頭上 到時你自己再看 猜不猜他 現在是有六七厘色 差不多 現在 我當他五毫子 六厘左右 六厘左右 不是 你說今天就不是 但是起碼 可以拿著先 可以 65464 什麼來的 很棒 金金 又是牛 牛 厲害 厲害 我們好像還有電話 是啊 我們有吳小姐的電話 吳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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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六毫仔和200 六毫仔 六毫仔 我可以在這裡 這些位置 我有少少可以賺 其他人就坐艇 是 是 因為我看他現在很高 對 也是 而且這陣子彈得很厲害 是啊 你說可否沽了 又賺了一些 不知道 你沽了一些 都合理 因為他RSI 都很久沒有試過 去到80 而且你不提 我都沒有為意 他這陣子 原來電流升得這麼不錯 但這些是否叫W大 嚴格上少少算 少少 但如果這樣計算 我現在迫回前高位 大概45.6 大概45.6 這個又有適合 這個22號 是啊 但又有除證明 已經是除了證明 那就是除證明 靠回去 沒錯 但現在價格很漂亮 不過 真的剛剛好 去上一次的龜附近 大概45.7 所以吳小姐 如果你打算說 我又有比較多貨 可以說這一段賺一賺先 你可以考慮一下 沽了先 因為RSI真的挺高 RSI好像都很久沒有試過去到80 上一次80已經是去到 上年的4月 就是差不多這些時間的位置 是呀 但是那次之後 你叫他做 可能升了少少上去 然後也放下去 所以變成 現在你有貨減一減股 OK 好 先吃一口 另一隻200 200 200可以在什麼位置入呢 OK 應付基金 200 都是市 市金好像不升 那樣的大股 它是不升不跌 不是 那些大股股不升 今天是有頂印的 它是升什麼呢 它升中資金融股 那些二、三、一、八升之外 其實也不升 不是的 有頂印的 反而這樣反而我有點害怕 有些內銀 有些內銀股 這一下有點害怕 反而騰訊那些全部都不升 有些有些古怪怪 所以 吳小姐 反而現在 這樣說法 你當個市 如果當個市 你叫它站穩在19700 即是250天線的話 你買少少少200 但是少少算了 不多 因為 當然我們的後市 看法 信心都OK 我都認不住 它未必會穿到 200天線 甚至是更低的水平 但是 是沒有力升的 即市現在變相 如果那些解釋賣 鹽富的 你都可能當是 短炒的範圍 先這樣 但可能都是 一、兩元而已 而且 因為市 現在 我想它彈也好 彈得不多 變相 即使你 想作儲貨也好 不要太過盡水 因為我怕 你被它困著錢 所以便是 小心一點 好 麻煩你 麻煩你 吳小姐的電話 看到今今買了 蘋寶Core 厲害 他還買了一隻 蘋寶牛 厲害 正在贏40格 看到你很厲害 剛才買了A股指數 和蘋寶OK 對 賺多一點 如果現在是這樣 算了 是這樣的 我們 詳細一點 你上來 你上來 看多一點 他便知道 好了 看看明天 他會不會再打來 是 問他這件事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和Stanley申報 有沒有遲有以上 有沒有股份 有了 跟大家申報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北京的議員